如果要问就是有鬼吗 这些是有鬼吗 直接讲啦 ok 就要看情况啦 因为有时候人一个人的能量太低的话 不管你没有占卜 那个鬼都会跟着你 可是我占卜之后 发现到哇 人谈恋爱可以谈到那么的绝望 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不能气馁 只有两个人而已 我把他当成几百个人这样子 然后这个就是满到爆红的点 喜欢靠我出走的请扣一 不喜欢靠我出走的请扣一 接下来的频道啦 我们今天的嘉宾呢 是占卜师Luna 哈喽大家好 我是Luna 你可以叫我阿比丘 我是一位占卜师 我跑我的一个油管频道 叫做占卜师Luna阿比丘 我们也就是做很多的大宗占卜 不管你什么样的宗教 我们都生活在宇宙 所以我们可以就是跟宇宙的能量 有一些联系跟连接 这样子我们才拿上 拿他的能量 然后跟他勾 所以透过那个磁场震动频率 调到就是宇宙的震动频率 而接受到他的信息 所以他给的信息不是那种生活化的一种信息 比较像是灵修的信息 灵魂的指引这种 并不说今天不要吃吃鸡肉 然后我第一副给你的这个牌卡 就是这幅牌卡是在讲事业的生育牌卡 所以专在讲述就是金钱跟事业的 然后塔罗牌卡不管是生活化的还是灵性的 他都有涉略到这些领域啦 因为塔罗他本身他的历史是非常的非常的久远 所以每一张牌卡尤其是塔罗牌的大阿尔肯那 他讲述了很多的波拉图的历史 喀巴拉的历史 虽然他的直接的塔罗牌跟埃及古 埃及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虽然有一些 这个我们又要讲历史课 我们先讲一下宇宙的信息 可以释放你的焦虑 难免就是有时候会有焦虑啦 这张牌卡很有趣 你创造了自己的天堂 你也创造你自己的地狱 所以你的YouTube频道完全是由你来掌控的 接受你的全部 好的坏的都要接受 对 因为有时候人不只是喜欢看你的优点 有时候也喜欢看到就是你出球 然后这个就是可能冒红的点 喜欢看我出球的颈扣 也不喜欢看我出球的颈扣 你这里有一只猫对不对 花时间与动物相处 动物会让你开心 有时候可以把猫带上来 因为我的张普频道 我也是有带狗上来的 以前我做直播的时候 我们多人可能会对张普有这个误区 他就说是 是不是他就是很神神鬼鬼的这样子 是不是张普身好像是有灵气 是不是跟一些神鬼 或者是超能力的一些东西 有一些连接 所以呢 如果要问就是有鬼吗 就是有鬼吗 直接讲 就要看情况 因为有时候一个人的能量太低的话 不管你有没有张普 那个鬼都会跟着你 这个能量太低怎么讲 就是好像你中邪 你有能量很低 你很负面 你就是想着 就是想要进来 就是负面的灵体 或者不干净的东西 当然也有其他的因果业障的关系 所以可能他就附在你身上 当然我也说到一个邮件 好几年前说到一封邮件 然后那个邮件就讲说 Luna老师 我去玩张普 然后我觉得我被跟了 去喵 去拜 把这个东西化解掉 然后那个key挡的人 跳挡的人就讲说就是 你之所以会有东西跟 是因为你玩塔罗牌 跟我学生讲说就是 可能就是你玩张普的话 他会误会就是你会跟他沟通 他会误会你想要帮他 所以他就会进来 我们做张普 我们是用圣母 我们有时候会用海盐什么的 或者用俗尾草 去清我们的磁场跟能量 要么就是潜入你的潜意识 潜入你的高我 Your higher self 或者就是你的守护灵 守护天使会传递的一些信息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 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状况 新的牌卡可以代表就是社交媒体 可以代表油管 可以代表你的梦想 可以代表就是会出名 只是会挣扎之后 看到那个成绩 看到很多粉丝进来 公园这张牌卡花园 讲真正就是很多人的支持 这看起来是蛮不错的 你的占谱其实蛮不错的 我帮很多人占谱 通常都会有一些挣扎 可是你大部分的牌卡 都是属于比较偏正面的 占谱是的话 你会给自己占谱吗 我会给自己占谱 可是我比较少给自己的未来占谱 因为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 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因为你得不到 可是你明知道你得不到 很多时候我不用排卡 就知道就是那个结果会是什么 因为第六感 当我自己我看到不好的结果的时候 我会难免难过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只会抽神域排卡 就是讲说 今天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处理这件事情 那你今天要来检卧之前 你要自己看一下 有啊 我那要打开我的心去做这个影片 因为我在家里 常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录影片 自己占谱 那占谱师的生活会比较 比较简单哦 我有狗啊 所以我不觉得 以前啊 我就接触到一些人 你会觉得就是 有一些人不了解你的时候 那时候的 你会跟人家孤独 帮很多人占谱的这个差别 大于就是我发现到 找我来占谱的人 他们的生活会比较复杂一点 我在做占谱师之前 我的生活其实是蛮 drama的 每天就是想要出去玩 想要去探索新鲜的东西 做占谱之后 发现到就是 有时候啊 人生当中会有一个高低起伏 对 找到那个平衡 所以我在追求那个 可是我占谱之后 发现到 哇 人谈恋爱 可以谈到那么的绝望 人对于前任 可以这么的不能放手 人就是 就是想要追求他要的事业 他紧紧的握住他的这个事业不放 有很多模拟两可的东西 就是有时候没有绝对的道路 对 我发现到很多 可以从别人的角度去看 就好像不一样的职业 programming的 有些是家庭主妇 有些当老师的 我可以从他们不一样的角度去看 他们来问你的 常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事业啊 爱情啊 灵魂目的啊 比如说是这个 人来给你问 然后真的是六个月之内 你所说的东西 他都中了 对啊 他就又中的话 他们就会回来 然后一直不断跟我下订单 跟他们讲说 三个月之后再来找我 我知道这对我的生意不是很好 他很执着一个答案 因为我们占卜 我们有时候会借用你的能量 所以你每次占卜的话 你的能量就会减 减的话 你与其这样子 你还不如用你的能量去 做你想做的东西 可能越沾越沮丧也不太好 我之前就是有帮电动游戏作曲 我那时候就就是到处跑 然后想要去接生意嘛 我一直以来就是想要开一个YouTube占卜频道 就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对我对这件事情非常有兴趣 可是由于我读大学 然后有很多的课业 然后也忙着谈恋爱 所以没时间 所以你就有自己算吗 今天他会不会爱我 他会不会这样子 通常进入一个感情之后 我就不沾了 我跟我前任 我前任帮我沾 这样说我们会分锁 他沾到那个原因 我就 You got it 要不要试一下做占卜嘛 所以刚开始我是做英文占卜的 因为我一个内地的朋友同学 这样说就是我听不懂英文 你可以做一个中文的嘛 然后我想说好吧 那我就开始做我的直播 然后直播那时候 very protecting 很凄惨的 就我的那个同学 还有一个路过的 所以两个人而已 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不能气馁 只有两个人而已 我把他当成几百个人这样子 都只有两个人而已 然后第二天我起来 有两千个view 英文跟中文 可是发现到中文等等 比较多人观看 当时有没有想说 OK 我再搞我的音乐 然后我有占卜 然后我现在要占卜的话 可不可以就是给我一个收入 这样子可以支持我继续 再搞我音乐 第二个月我还有去表演 在新加坡有表演一次 嗯 然后赚了小小的两百块 比较多 但是你知道吗 可以好好的 我玩音乐就好了 可是我有经济的压力啊 父母的压力 你知道吗 就是说就是你要玩音乐 玩到几时啊 占卜下面有人留言 你可以为我私人占卜吗 然后我就讲说可以 然后我开始接私人占卜之后 我就忙 我就开始忙 所以别人进入疫情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 哇 好痛苦喔 对 可是我已经适应了 在家里宅了这一块 你知道吗 那时候在 所以我就觉得宇宙真的是蛮新奇的 就是他会准备我 就是准备我往前走 嗯 我在疫情之前 我就开始开了这个频道 一年之后那个疫情就来 我蛮庆幸的是 我当然知道疫情是个很不幸的事情 可是对我来说觉得 啊 社会的压力 就是我一定要出门赚钱 因为以前在疫情之前呢 他们觉得你在家里做工 对我们没有办法开嘛 因为我们要接触病人啊 所以两个月就完全在家休息 不能开门 但是费用还是要交啊 对我在家里就是在讲占卜 实际还蛮好的 现在就是专门就是做占卜师的话 你的这个收入 就是已经是完全可以了 支撑你自己的 对我现在有教课 因为要为他人家谱 需要用自己的吃产能量 嗯 顾客讲说你三个月之后 六个月之后再来 我哪里可能一直赚他们的钱 对不对 那你自己本人有一些信仰吗 我小时候是佛教徒 现在啊 现在我来之前我在家里面有念经在过来的 所以还是还是佛教徒是吗 嗯 我不是很纯的佛教徒 可是因为做占卜不是佛教 对 就是有些宗教 比如说是伊斯兰教 他就说是这种东西 就是在佛教也是啊 在很多的宗教 这个占卜是禁止的 那你怎么看这个 我是觉得就是这是我新趣爱好 我喜欢探索 就是我的前一是我的未来 当然这可以是我的禁忌 可是我不喜欢在一个宗教 我不想宗教来约束我 佛陀有讲说就是 你不要相信其他人 你要相信你的答案 答案来自于你一心 所以我一直不断的往心里面去探索答案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人生阶段 你讲的话未必我能听得懂在那时候 所以如果我要找到真正的答案的话 我可以打坐 我可以念经是为了 就是把自己归忠 然后不要太多的那种杂音杂音的什么影响 小的时候啊 非常负面的一个人 所以我才去玩音乐 我才作曲嘛 可是我有一天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一辈子要这么痛苦 我要永远痛苦下去吗 还是就是我可以看到一丝希望 就是可以开心快乐 因为我的开心快乐不能一直维持 可能我开心快乐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或者就几个小时跟朋友出去 回家之后有一种失落感 所有人都会有这种地方 我自己本人也会 就是说你真的是觉得说 哇这个世界 世界为什么要把我踩死踩算吗 那个压力 各方面压力 就是说你好难翻身啊 面对这样子的话 你是怎么样 熬过去啊 我的朋友讲说就是 你是很坚强的人 大家讲 把你丢下海的话 你会拿着一个扶把自己扶上来 这个过程其实是很艰辛很艰难的 我不太喜欢跟人家分享我做占卜 做占卜是 这不是一个震荡的工作什么的 就是你不要把很多的期许跟期望 放在别人的对你的肯定 然后如果人家伤害你的话 到当一个人这样子弄你的时候 你心里不舒服的时候 其实囚禁你自己的 是你自己 因为你对他有所反应 有时候你什么东西都不做 你也会受苦的 太闷了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 就是我值得开心 幸福跟快乐 我值得 我值得 I deserve it 这很好的漫妆 I deserve it I deserve to be happy 这个是第一步而已 OK I deserve to be happy 所以我踏出那第一步 情绪不好不稳定的时候 能量非常低的时候 我会开始打坐 加那种简单的 Shambhavi的瑜伽 在跑这个油管的时候 你一定会遇到一些 很低落的时候 作为一个content credit 我们都会有很低落的时候 如果在低落的时候 那你觉得自己也做得很好 然后后来下面就 突然有几个条 几个很不好的一个留言 非常非常负面 我前几年是蛮有反应的 有留言讲说你去死吧 你的口红很像鬼吧 你长了什么样子什么的 还是你占卜不准 因为这是大众占卜 难免的 大部分比较走心的是 我在这里这么用功的在占卜 你在批评我的外貌 心里有点不平衡刚开始 后来我就做这些调试 就不要一直看留言 送几颗星星去 点几颗星星啊 我觉得这个频道 通常都有个传统 这个嘉宾会为下一个 问你下一个嘉宾一个问题 当然下一个嘉宾是谁 我也是不会透露给你的 上一个嘉宾也为你留了一个问题 他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现在在生活中在追求什么 我就好好经营我的YouTube频道 然后我本来就是有休息一段时间 就是没有这么积极上传影片 可是我进期会上传比较多 然后继续做占卜 然后每个星期都会教课 认真的教课 你有点深啊你这个问题 我对目标是有自己的见解的 因为你知道我以前的梦想是去读艺术学院当一个音乐家 然后玩那种 環绕的那种音乐 然后我也得到了 我也经历过就是我的那个我认为得不到的那个梦想跟目标 想要在博物馆表演 我也做到了 我的目标没有说是 我那时候觉得是非常遥远的 我连觉得进入艺术学院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一步一步的 我的目标一步一步的实现 目标这个东西得到了 可是当你把你全部的目标做完之后 然后呢 所以变成 What's next 就现在没有那种所谓的目标 而是讲说就是 我能产出什么下一个新的东西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看法 不要有一个目标 就看看每个礼拜能不能就是再做出给你的粉丝 给大家做出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出来 然后也是自己喜欢的 因为有时候你做出这个主题 你会觉得奇怪 要迎合就是观众 要迎合我自己啊 对 坚持 坚持是最难的 纪律是最难的 我是觉得每个星期都要出影片 对啊对啊对啊 会累的 对啊对啊 所以休息啊 有时候我还是会休息 然后会休息一个半星期这样子 OK 然后去思考 我休息不是真的休息哦 我休息的时候是在想说 我这个频道要怎么做 我账卜要怎么做 我教课怎么教 我的学生到底在想什么 能吸收到吗 这个东西有下的时候 他们以为我真的是去放假 没有 你的思维的定位呢 已经完全不只是一个账卜 你的思维的定位 其实就是一个创业家 一个思维了 是吗 对 因为你想想啊 只有做 你想想 Steven Job 他研究那个Apple的时候 他不是说是 OK 今天我休息个两天 我就不想这个事情 没有啊 就是一生都在 都在摸索 一生都在创新 一生都在想最好的 周围的创业没有了 我去其他地方 我去印度 我去中国 我就在找不论 一直在找这个inspiration 当一个创业家 当时很多人对创业家 有一个误区 就是说 你们这些人就是出来 赚钱啊 办公司啊 然后捞一笔 然后怎么怎么样 这是不是的 真正的创业家呢 他是要为这个社会 创造出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可以服务 解决更多人问题的一种方法 所以呢 我觉得你现在的思维 已经不只是张伯 你是一个创业家 你是一个创业家 谢谢 谢谢 谢谢你这个 这个称赞啊 下个嘉宾想问他就是 什么东西可以让你觉得 你做的这件事是最快乐的 最快乐 这件事让你很开心 谢谢Luna的时间 谢谢Luna 谢谢 那视频呢 它的油管呢 我会放在这个视频的下面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去支持啊 我们做油管的 content creator 也是很不容易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订阅 一定要 你们记得订阅分享 按赞哦 对 一定要订阅 要支持一下 然后留言哦 对 不要太负面的留言啊 不然我们就不看了 好 谢谢你的时间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